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播大雄 今天和大家分享以下内容 一,乌军达到了4万名无人机首 日常攻击克里米亚40架 乌军用无人机持续攻击克里米亚 平均每天达到40到50架规模 加上改进型的S-200导弹,形成组合权 在克里米亚遍地开花,成本低,效果好 8月26日,乌军就用42架改装版的自杀式无人机 袭击了驻扎在克里米亚小镇佩雷瓦尔恩的俄军 第126独立禁卫海防旅,命中了戴耀库 伤亡数十名俄军士兵 虽然俄军在克里米亚严防死守 单单在克里米亚大桥附近就部署了6个导弹团 数十套的包括S-300、S-400、凯甲S-1等在内的防空导弹系统 但俄军依然不堪其扰,不得安宁 毕竟防无人机和防导弹不一样 克里米亚守军的反无人机能力差 电子战系统又落后 于是,只好将本土防空压力比较小的远东地区 和北部地区的防空导弹部队 紧急的抽调至克里米亚参加防御 俄军主要将这些防空部队部署在赫尔松组岸 克里米亚路桥的周边地区、各个港口、军事基地 以及岛上重要军事设施和弹药库周边 乌克兰无人机的专业操作员数量比今年年初大幅增加 从2.5万米增加到4万之中 而且操作越来越熟练 袭击效果也越来越好 同时,北约援助的针对性也越来越强 比如8月24日,德国除了向乌克兰交付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 还提供了新型无人机探测系统和四指架侦察无人机 因此,现在乌军的无人机袭击是很好的反攻辅助手段 2.乌军突破新普罗科比夫卡防线 控制托克马克途中最高山丘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已经551天了 还没有拿下看似弱小的乌克兰 某些人眼里战无不胜功不克的战斗民族 已经被乌克兰人给打成了颤抖民族 乌克兰人用实际行动证明了 他们才是真正的战斗民族 俄军被吹上天的钢铁洪流被打成了钢铁断流 所谓的世界第二军事强国早已从阅兵场上的神话变成战场上的笑话 在突破了罗伯基涅的俄军第一道防线后 乌军继续高歌猛进 之后俄军的防线都不如第一道防线兼顾 乌军的推进速度会越来越快 现在乌军距离托克马克只有20公里 普通的火炮就能打到托克马克了 此外乌军昨天已经突破了俄军在新普罗科皮夫卡的主防线 并且控制了托克马克途中的最高山丘 已经取得了对整个区域的火力控制权 托克马克的俄军将不断遭到乌军的炮火洗礼 其整个补给线都将被乌军的海马斯覆盖 乌军在罗伯基涅方向已经收复了接近60平方公里的领土 而且还有继续增加的势头 此外乌军在维尔波维区域也在缓慢推进 俄军可能会被两面夹击 在乌洛然涅区域 乌军对俄军阵地使用了技术炮弹 俄军被打的损失惨重 在安德里夫卡和库尔九米夫卡区域 乌军也保持了进攻的态势 在赫尔松地面伯河东岸区域 俄军一个战术营遭到了乌军远程火炮的毁灭性把击 俄罗斯军事博主猛烈地抨击前线俄军高层无能 让前线部队缺乏远程火力支持 只能坐乌军的火把子全程被动挨打 现在俄本土被乌军无人机打击已经成了常态了 乌克兰无人机已经连续七天对莫斯科进行打击 此外在克里米亚半岛 俄军的多个军事设施遭到了乌军无人机的打击 对于目前的战况 乌克兰总统波多利亚克表示 俄军的兵力储备根本不足以在漫长的战线有效防守 乌军的攻势正在朝着夺取整个南部战线的火力控制权发展 到时候俄军将全面的崩溃 遭受到灭顶之灾 俄军没有兵远没有装备 士气十分的低落 投降的越来越多 俘虏中愿意加入俄罗斯自由军团的比例也越来越多 但是俄军依然在放嘴炮 说乌军的进攻陷入僵局 已经失败了 俄罗斯还有许多资源 还有许多愿意参战的人 能继续耗下去 发达国家向乌克兰提供先进武器 是在拱火交游 改变不了战局 之前他们说海马斯改变不了战局 结果海马斯把俄军打得满地着牙 俄军只能靠嘴炮消灭海马斯 其宣称消灭的海马斯数量超过了乌军拥有的数量 然后俄军声称 集出炸弹改变不了战局 结果自从乌军获得技术炸弹后 躲在战壕里的俄军被炸的枯叠汉娘 不得不出来投降保密 现在他们又有时候F15战斗机改变不了战局 也许他们说的都对 这些先进的武器单打独斗都改变不了战局 但是这么多先进武器如何相互配合 联合起来作战 就能把俄军给打得丢盔弃甲满地着牙 而俄军想再动员个几十万人 也是乌军先进武器的活靶子 18个月过去的 俄军已经从神话变成笑话 其失败只是时间问题了 3.乌军登陆克里米亚 突袭俄军雷达战 乌克兰军情局发布战报 乌克兰海军特种部队突袭了克里米亚 有大约40名的乌克兰特种部队成员在克里米亚登陆 对俄军目标发动了袭击 乌克兰特种部队使用了6艘快艇 从奥德萨出发穿越了黑海俄军舰的封锁区 在深夜登陆克里米亚半岛 乌军多个小分队在克里米亚最西端的奥列尼奥夫卡 和马亚克地区分别登陆 对部署在该地区的俄军雷达战展开突袭行动 在行动当中乌军特种兵分队与俄军基地守备队爆发激烈枪战 乌克兰特种部队还在当地一家酒店楼顶竖起一面乌克兰国旗 以鼓舞士气带动当地人与乌克兰进行合作 为以后更多的反侵略战创造条件 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战争打了18个月 最终的结果已经一目了然 只是有些人不愿意承认而已 全世界最发达的几十个国家全力地支持乌克兰 最终乌克兰必胜 俄罗斯必败无疑 俄罗斯如果能打赢 在开战初期 军力最强的时候就应该赢了 一开始全面进攻 十路突进 现在可好 全面防守 一攻一守 你觉得谁在占优 看到这儿 你是不是想起什么 当年的国内解放战争 国民党军队就是 全面进攻 重点进攻 全面防守 重点防守 最终一败涂地 再看看各路军事专家 自媒体大V 有几个预测对了的 错的一塌糊涂 几乎都是惨不忍睹 犯错的很大一部分原因 除了屁股作歪之外 还有就是无法看到较为全面的资讯 国内全是信息污染 此外 他们完全低估欧美各国参与战争的决心 各国除了不出兵 在支援上面不遗余力 能给的都给 目前是消耗战阶段 俄罗斯这边是一对五十家 它哪里还有获胜的希望啊 俄国指望东边的支援吗 它经济陷入困境 已经自顾拨挟 普京现在起虎难下 他选择应挺 大概率目的啊 就是等到明年美国大选 即希望于支持乌克兰 最得力的拜登总统下台 换上董王川普 但是 对手们可不会给他这个机会 归根结底 俄罗斯发动的是不正义的侵略战争 这个已经遭到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强烈反对 中国古代先贤就说过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这是治理名言 只要乌克兰人自己不放弃 坚持作战不怕牺牲 背后的军事 经济支援就源源不断 怎么可能会输